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跑跑卡丁车时候咱们依旧是带来飞行猪 其实这个车的话我打了好多把非常精彩的 但是有些没有录屏啊 那这一把的话算是中规中矩 开局咱们直接加速 但是感觉加速加不过啊 这里的话陈老师选择直接刹车 然后咱们强行让自己吃两个道具啊 吃到两个猪猪淡器非常不错 那这个猪猪淡器加速的时间是非常的长 咱们直接是超过前面的人 然后这里的话再放一个巨型香蕉皮 直接是命中非常不错啊 这里的话选择走劲道 那么这个猪猪淡器咱们可以直接冲到上面去 但是这边直接被打了 被打的话呢没办法 看一下这里这里没吃到道具 但是问题不大啊 咱们一定要走的走这里的劲道 这里道具估计也吃不到 这边其实有个道具 让安下复卫键 刚才主要是被撞了一下 撞到旁边去了 但是还行 咱们离第一集团的话不是特别远 这里的话吃到道具 吃到一个路障 那么第一集团现在是三三个人啊 我属于第二集团 看一下好 有一个人是被打下来了 这龟龟车是刚应该落下了 让我这个用蚊子直接再把它打下来啊 让他掉到第二集团 那么我的话是冲上了这个 差不多冲上第一集团 这里的话看一下能吃到什么 红蚊子 超级蚊子 好直接放出去 这里的话直接 这个第一名是守住了啊 咱们手里还有一个护盾 那这个车在使用护盾的时候 会较高概率触发金盾的效果 这里的话可惜啊 没有触发金盾的效果 好咱们又吃到一个猪猪氮气 这里的话依旧是 走上这个跳台 看一下啊 好这波直接咱们用猪猪氮气反超 这里就吃到一个蚊子 看一下这个猪氮气 是释放巨型香蚊皮 这里陈老师一个飘移 加小氮气加速直接是 拿到了第一的位置 但是我相信很快会被打下来 所以说我这里直接按覆 想再吃一个道具 但是被抢了 有点难受啊 那么一下子掉到了第五名 这里的话呢 还有个疊解 咱们直接用掉 那么虽然说 好这里的话 吃到一个闪电 那么闪电打补的话 我又白飘到一个猪氮气 这里闪电一键三叼 这里咱们选择走远道 进到的话被卡位卡住了 难受 这里咱们 看准时间扔水炸弹 命中两个非常不错 手里插一个猪氮气 那这个水炸弹的话呢 暂时没有用啊 这样子人是认不到的 好看一下 这里我竟然直接反超第一名了 那么直接是猪氮气往前冲 这里有个师傅没吃到蛋 蛋器 但是咱们有个巨型香蕉皮 帮我们守守护 好 这个宠物守住这个路障 非常的完美 最后还获得一个白飘到一个大魔王 进行一个群体的干扰 其实我有些没有路平的打的比这个精彩的 有很多啊 有些我就没有路平啊 这个车的话完全可以和那些 那些电池车完全是可以比的 没有问题 这个车真的很强啊 真的很强 玩得好的话 真的是非常强的 全场D加MVP啊 其实这一场打的其实也一般了 行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各位拜拜